快看这条鱼钻进了石头里 什么鱼会干出这种蠢事 把鱼尾巴留在了外边 看老那倒拔恶鱼的 我去他还挺有劲呢 他好像又隐藏了自己 咱们现在这么抓的话 他还会容易跑 现在咱们把旁边的石头撤一撤 把他薅出来的时候 他就没地方钻了 看这回你往哪里跑 这回吸取上一次的教训 不能光刷鱼尾巴了 要抓鱼的屁股 这次终于成功了 把他捞上来的时候 他又反抗了 我用我的小手马上给他按住了 又在这时又出量的插错 他居然在我手里钻了出去 他在地上还拼命的爬着 最后终于被我抓到了 他原来是老头鱼 好多年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老头鱼了 老铁们你们猜猜猜他有几岁 又来到我们村的百年泉源里 发现泉源里出老多鱼泡了 那些鱼可能跑到这些泉源边的草里 又往捞一下 看上里头一根鱼 当我把鱼网拿上来的时候 感觉鱼网好沉好沉啊 原来是一些水草在里面 还有一些水草带来的泥 就在这时又发现一个像粘鱼的小鱼 这个小家伙会不会是冷水粘鱼 当我路过上面的泉源的时候 怎么发现泉源里这么浑呢 哪里 听老人说浑水里才有大鱼呢 这里莫非有大鱼 让我捞一网吧 见证其一的时候到了 和上一网同样有水草 但是我好像没有看见鱼 这网里好像有洞鱼在动 这到底是什么 一蹦一蹦的 好像是青蛙 但是东北现在还是挺冷的 没有开放呢 怎么有青蛙呢 不会是新屋种吧 还在不断的挣扎着呢 来让我们看看你是什么东西 哎呦我的天哪 长得太丑了吧 老铁门 它不是癞蛤蟆吧 保护野生动物 言人有责 咱们还是给它放了吧